在生活中,疫苗一直保卫着人们的健康 但如今有很多人会因为注射疫苗的副作用而排斥他们 这里是知识TNT,让我们来探究一下 注射疫苗究竟是如何产生副作用的 其实人的免疫系统就像一个完善的军队 里面有卫兵、情报组和兵工厂 在这个充满细菌的世界里 我们的健康每天都会受到上万次的攻击 但这些完全可以由分布在皮肤和黏膜上的免疫细胞来应付的 当病原菌攻破第一防线时 第二防线的情报组就开始行动了 他们开始收集有关病菌的情报 并且启动兵工厂 生产消灭入侵者的导弹抗体 不过根据个人健康情况的不同 这个过程需要几天到几个月不等的时间 为了不重复与同一种病毒打持久战 人体的免疫系统进化出了一套绝妙的机制 他们对已经消灭了的病毒量身定制记忆细胞 这种细胞会带着抗体沉睡在体内许多年 当同一种病原菌再次入侵时 他们就会快速觉醒产生抗体 并及时的去消灭病原菌 而疫苗正是建立在这种精妙的生理机制上 它会通过感染死去的病原菌来获取记忆细胞 因为没有活性的疫苗是不存在攻击力的 所以它不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威胁 但是活性疫苗却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 产生更多的记忆细胞 但是为了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够打败活疫苗 科学家在实验室培育出了病原菌的初级小弟 他也只能向免疫系统发起一次攻击 光是自己生产记忆细胞就耗费了他们的全部力气 而想要去入侵其他的细胞就更不可能了 而这些就是疫苗使用的基本原则 它给我们的免疫系统送上敌方的行军图 让人体免疫一些危险的传染病 但如果遇到经常变异的流感病毒 我们就要定期接种新的疫苗了 但是大多数的疫苗效果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甚至是终身 疫苗其实也有副作用 目前欧洲会普遍的接种麻疹疫苗 在接种疫苗后 一千万名的孩子里大约有10%的人会发烧 5%的人会出现轻微的皮疹 而0.001%的人可能有严重的过敏反应 据统计 2018年欧洲各地只有83000例麻疹病例 因此和患病人数相比 接种疫苗的人数就要更多 虽然疫苗会产生轻微的副作用 但在庞大人数的加持下 这种副作用显现出的情况 也会让人感到非常害怕 不过得益于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 这些副作用都可以被很好的治愈 其实疫苗就像汽车的安全带一样 虽然系上安全带也会出现意外的事故 但系上它就比不系的安全系数高很多了 目前对于接种疫苗的支持 有科学的实验和真实的统计作为支撑 所以我们要证实疫苗的双面性 但总体而言 它的价值远远大于了副作用 好了 知识TNT已经耗尽 关注我下期继续分享知识